因為這個考試特別注意 它其實是考所謂的填空題 也就是說將來它會有一個標準的答案 但是將來標準答案的部分的話 我有在我的雲端上解答上面有把它特別拍照 然後跟你講說將來像101有沒有 它實際上標準答案在這裡 那其實各位有沒有發現下面有一個圖有沒有 有一個圖上面就會有綠色的框框有沒有 那個綠色框框就是將來要填空的地方 也就是說你將來它會給你百分之差不多七十六七十的程式 那剩下來的部分就是你要把它填上去的 OK也就是說不是說完完全全叫你從頭打到尾 而是說它給你大概有六七成的程式 然後三四成成四填進去就好了 比如說第一個 import什麼 這兩個其實import就是 Jason跟Import CSV 這兩個module 但是跟各位講一下 它的寫法我實在是不太喜歡 為什麼?第一個各位會發現 我們之前我習慣的寫法是F等於Open 這樣的寫法 但是它寫成這樣子 它寫成Vis 空一個Open 然後後面其實敘述是一樣的 就是開哪個檔 encoding是什麼 後面加一個S File 後面加一個冒號 跟各位講 這個寫法跟上面的寫法 結果會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說下面的寫法 怎麼看都覺得怎麼就覺得很囉嗦 而且怎麼就覺得怎麼寫 OK 反正沒辦法 因為這個考試 它就是有一個標準的答案 所以如果將來 你們要記 可能要記下面的 我有把標準答案放到雲端上 所以第一個有沒有看到差別 上面寫法我覺得還蠻直覺 就是把後面寫完東西 丟到F的那個物件 就是那個檔案物件 那這個的話加一個Vis 你們一樣是Open Open完SFile 那名稱我 它這邊叫File 可是我覺得File名稱太長 我就喜歡用個F OK有沒有 縮短它的名稱 另外的話 這個底下一樣 就接稱Low 這個一樣 接稱Low 它習慣前面叫Data 我把它取名叫做List1 OK 當然因為這個考試是有標準答案 所以你可能要記一下 如果它叫Data 你就叫Data 另外的話 我們寫出去的話 是這兩行 有沒有 也是用FW 等於Open 一個檔案Right的出去 可是問題 它這個考試 它是用另外一個東西 叫CSV的一個模組 模組裡面 一樣要寫出去 可是它寫的方法 就是不一樣 一樣 這個地方的話 這一行是一樣 跟這一行 跟底下的敘述是一樣的 你說寫法不一樣 這兩個 它也一樣用Wiz 可是後面的話 我是用一個FW的Write的方法 把一個字串寫出去 這樣就搞定了 可是它如果用CSV的一個模組來做的話 它必須怎麼樣 它必須先建一個什麼呢 它必須要先用一個Write CSV.Write的方法 把這個FW物件放進來 產生一個CSV的FW物件 然後呢 在這個 串列有沒有 串列把它 其實這個地方寫法 其實就等同我們用什麼 For i in range 我只是說這個名稱改成 這邊叫Item 我這邊叫 這個 這邊叫Data 我這邊叫ThisE 那一樣 一個一個讀 另外的話 它就透過這個物件怎麼樣 再用一個方法叫Write WriteRow 寫一個列 然後呢 特別注意 瓜虎裡面還必須要放個串列 串列裡面就放剛剛的東西 結果呢 其實也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你會發現寫的方法 過程完全差這麼多 有沒有 所以以後你們看到別人寫的 你不要覺得很奇怪 真的 我自己習慣 像我一律看到下面的寫法 一律喜歡把它改成上面寫法 為什麼 因為下面的寫法怎麼寫都 怎麼都覺得怪 畢竟我們 所以我們沒有所有的 我一直強調 寫程式沒有單一一種答案 對不對 那如果你用單一答案 我根本完全不習慣用這種寫法 而且你會發現下面的寫法 還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程式相對永長 而且還需要再建一個csv file的物件 用那個物件裡面的right row的方法 才能夠寫 可是問題你直接寫就好 你幹嘛要寫 有點像多詞一曲的感覺 OK 可是我一直強調 因為這個考試 如果你為了要拿證照有沒有 你就是要針對人家要的給他 你不要說不行 考試的時候你就寫上面的 然後你就掛掉了 因為上面拿不到分數 下面的才拿到分數 沒辦法 像我之前跟各位分享那個 我去考POW BI的那個 license 原廠的 我覺得花最多力氣就是看英文 因為裡面都全部英文 而且說真的裡面幾乎大概考統計學的一些概念 根本沒有考POW BI的一些實際上操作 考很少 POW BI在考統計學的概念 沒錯 我覺得很妙 而且我花最多力氣就是在背那些英文 然後看那些統計學的一些相關概念 然後可能有很長的一段文章 然後最後問你說Yes or No 看完之後 Yes or No 是統計學的前半部和後半部 你說前半後半是什麼 對,統計學的學科前半部是比較偏向一般的統計 後半部的那一張統計檢定 它應該是比較後半的 它前半的理論 它只是說這個統計學應用在POW BI上面的相關應用 應該會用到什麼檢定一些嗎 還是回歸的部分 回歸一定有 對 OK,好,大概是這樣 所以跟各位講一下 那再來的話待會 對,所以我這個參考的標準答案 我也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如果你們想要拿這張證照的話 我是覺得 當然多一張真的還是 如果你實在是沒有其他的佐證 然後你要往這個領域去發展的話 還是多一些讓人家可以看眼睛一亮的東西 這也是我覺得這個方法 你們就把這個參考答案稍微記熟 去考試 我是覺得也就OK了 我是有反而覺得這個證照還比之前的那一張證照還來得好考 因為我大概考非常快 我記得好像十分鐘就全部搞定了 而且還拿到滿分的,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真的就是考記憶力 應該這個對你們來說也不是什麼困難的 你把它背起來總會吧 綠色的地方 那老師你覺得 你可以先準備那張 之後再準備你講的之前的證照 也OK啊,沒有關係啊 就是說看你哪個部分比較有把握 因為這一刻說真的 真的就在考填充體 所以你就考你的記憶力 然後也不是說死背 因為它其實還有前因後果 它的關係 但你說很簡單 我覺得倒也還是花很多力氣 因為你要背 最好是自己要去打那些層次 打漢雲端上也有 所以如果你有那個方向 至少我是怕說你們這個課結束之後 你們就從此不碰拍聲 那等於就是學 等於是又歸零的啦 我覺得倒也是比較可惜的事情 所以我一直強調 機會真的是留給能夠持之以恆的人 然後繼續把它往前做出你 而且最好有個目標 比如說你學這個專業你要用在哪個地方上面 然後慢慢的 所以我一直強調 你剛開始也許你做不出來沒關係 但是你就是要告訴我你到底想做什麼 甚至你身邊有一些貴人會幫助你 然後一直一起學習這樣子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待會兒的話我們再來看一下那個 第102題 就是如何把XML 特別之外 這一題就是把剛剛的Jason改XML 然後存檔 試一下 OK 那我後面的話 我就直接講我的解法 那至於標準答案我會放雲端 你們自行再兩箱參照一下 OK 因為我覺得現在直接用它的程式 我就怎麼就覺得完完全全不習慣 所以特別注意 即便你們是看書裡面的程式來做練習 我還是建議你還是可以把它的程式改成你習慣的寫法 像我的我那個串列的變數我都習慣用我這個歷史一 歷史二列這種寫法 那我就習慣改改了 就覺得哇 這整個就會覺得是自己寫出來的東西 不然的話你只是用別人的東西 你會還是永遠沒辦法脫離他們的原來的那個框框 OK 試一下這部分 好 好 谢谢大家